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发现科学专题 带您认识台湾特有种 可爱的白鼻心 近几年在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当中 偶尔都可以募集到白鼻心 在夜晚悄悄现宗 主要原因呢 跟白鼻心都市化以及城市绿化 生活圈重点起来有关联 不过其实都市生活 还是潜藏一些威胁 恐怕影响到白鼻心的生存 四只体型类似猫咪的可爱小生物 快闪现宗关渡自然公园 民众惊喜目击拍撒着难得画面 仔细看它们的鼻梁白白一整条 它们其实就是台湾特有牙种 白鼻心 它是在台湾分布非常广泛 持肉木的动物 主要栖息的地方是 比较偏生灵性的 而且它们是树栖型的 所以如果你去爬山看到它们的话 它们都是在树上树枝之间行走 但是因为它们是夜行性 所以通常要看到它们 要晚上比较有机会 从上额之鼻端的白色纹路 还有粉嫩的爱心形和爱鼻头 杂实性的它们会吃扫形鼠类 野果 露果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果子梨 夜行性的白鼻心 白天通常躲在灌木丛 树洞中睡觉 直到晚上才会出来活动觅食 委托就是平科大做了一系列的 自动相机在全台湾的监测 然后从这个监测里面 就有发现说 其实白鼻心的数量 在这从2015年到现在 就是有接近8年的时间 7、8年的时间 它的主群量其实是稳定的 就是并没有下降的趋势 曾是保育动物的它们 在2019年后 因为数量回归稳定 调整为一般类野生动物 近年来频繁县宗都市 像是在台北信医区 南港区 台大淡江少园等地 或是在其他多个县市 也都曾经被发现 白鼻心出现 在台大研究团队 设立的脸书回报社团上 就常有民众回报 在夜间从树上 树从边到马路上 甚至捷运站旁 都偶尔有机会捕捉到 它们的身影 资料里面 其实就是从2010年开始 就开始有白鼻心的记录 然后之后呢其实就开始数量开始上升 那后来其实就变成 我们现在其实在市区 大家就会常常可以看得到 也不能说常常 就是夜归的人就会看到这样 是一些比较有森林性的环境 或者是公园有树的 一些林蔭的地方 就很有机会有它们的存在 那像在现在 慢慢的它们有点都市化的现象 其实也跟我们现在的都市绿化有关系 所以那些绿带可能从比较郊区 然后有串联到一些都市 所以它们就有机会可以进到都市里来 台大师大研究团队 和台中市野生动物保育学会合作 透过架设自动照相机 或是上圈的无线电讯号追踪 长期观察 研究在城市中的白鼻心 发现有高达九成的窝槽 都位在高度开发区的土地里 当中更有过半窝槽周围的建筑物 和人造结构覆盖达到九成以上 甚至直接就在建筑物内竹槽 浅见白鼻心对都市和人类环境的高适音信 像是在天花板或建筑物夹层当中 发现白鼻心也是实有所闻 它在都市里面的话 我觉得大部分人是第一是没有料想到 可能白鼻心会出现在自己家 或者是自己工作的地方附近 然后所以其实 它们会比较不知道 怎么去跟这些动物相处 然后也会比较害怕 只是当野生动物和人类 共存在同个环境里 问题也就随之而至 其实反而在市区里面遇到的状况 就是在我们的研究里面 就发现说它会遇到状况 第一个最严重是露杀 因为其实都市化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道路切割了非常多 把一些绿地都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气地 所以其实它是 它当它在跨越这个马路的时候 实际上是非常容易被车撞死 都市中的白鼻心两大威胁 露杀和犬肢攻击家总 就占了都市中白鼻心伤亡原因的 将近75% 而且救援后的死亡率更达到100% 其实就是看它观察 观赏观察它就好 那不要跟它有过多的互动 或者是太靠近它 因为它都会很紧张 那特别是如果遇到在育幼的带着孩子 通常一只白鼻心妈妈 它可能会带着两到三只 甚至三到四只的小朋友 人的环境已经就是其实原本 这可能也不见得都是我们人的环境 但是既然我们用了 那它们也开始适应了 所以我觉得这后面是一个共存的状态 那只是这个共存的状态 我们必须要了解它们的习性 随着人类生活圈的扩大和动物棲堤的重叠 为了维持都市生态系 人们得先从了解它们的习性开始 其实白鼻心的例子跟国外很多很多都市动物的例子很像 就是这个动物可以在都市里面过得怎么样 其实跟当地的居民对它的观点是完全是相关的 所以如果在都市里面的人都很排斥 野生动物在自己家附近 那这个动物就会过得比较辛苦 然后这个冲突也会变得比较激烈 纵然白鼻心可爱又引人好奇 但如果想在都市里继续见到这些灵动的神秘小身影 人类还得学会建立相关保护意识 协助它们适应都市化 维持自然不干扰的过程 给彼此和平共生的空间